有前請國安是指揮中心長 是強烈建議說過年 像我們的大型 什麼東西出銷 是出銷 台北市 上關問題 今天是表示 現出是台北市不適合基盤 大規模的活動 所以昨天傳播說 電話家的年會大家出銷 台北定制 限烈基盤 來到台北市電話上關 年會大家的報條 跟高威城是掛到關關 像我們身體的氣氛 不過最近再來有前壓關 有前指揮中心 十九強烈建議 要出銷大型的活動 台北市長關問題 日子也選擇 出銷台北市年會大家實體的活動 台北定制也會有依靠 收集完整的資料後 我們討論還有結論 現階段不適合舉辦 大規模的群聚活動 所以年後大街的實力活動 取消臺北登節年後 關問題表示 台北市府以指揮中心的信息 還有選舉的報道來做決定 因為年會大家 今天每一年差不多有八十萬人來這裡 設計 是真好 真惡惡人 現在飲食動店 店頭和臉上都覺得真沒菜 不過也理解說 現階段要是以 工業為優先 商業處有輔導 電商 加強電商最期快 包括宅配 我們簡單的預估 是真的可能影響很大 最近最少也三成應該也有 過年齁 就是大家都有一個那個氣氛 來採購年貨 你給他取消的話 當然很可惜 那如果今年頭一次刷去蟒蛤的台北 頂植 當時才會學班 關問題表示 會看疫情發展的情形來決定 沒有人能夠重視 那如果附近的龍山商店 比實際的店頭說 原本幾台人會帶來勝利 不過現在 恐怕是氣了 台北市府之外 相關的抽象會以合用基定標準 牛田來補償 大家滿期待的 因為那個凱達飯店 公安課已經沒來了 生意已經很差了 那延後沒辦法遇到 一定以防疫為最大的優先 所以在辦理整個公貿的相關活動 我都覺得應該要限縮 縮小規模 新北市長好友議員說 因為最近疫情的狀況 新疆期間新北市大型的軍組活動 如果沒辦法做到騎名做 就一路要促銷 市府也要持續減透 改善同業措施 繼續綜合報道